5點18分來關心天氣 我是吳軒彤 今天上班的時候 可能北台灣的民眾覺得 上半天天氣還是有點差 短暫有一些陣雨 但是到了今天午後 這雨都明顯地緩和下來 甚至到現在都快要5點半了 但是陽光依舊非常非常的燦爛 今天下班的時候 你很有機會可以看到這陽光 我們趕快來關心 明天的天氣如何 大致上來說 未來幾天的雨是一天 會比一天還要來得再更少 但是因為吹東北風 還有東風的情況之下 在東半部地區 可能多多少少 都還是有一些短暫的陣雨 以及在南部的山區 會有一些午後的陣雨 但是這個量都非常的少 而且下的時候很快的 就會消散掉了 而在溫度的部分 在明天可能比今天 會來得稍微高 給1度到2度 因為東北季風是稍微減弱的 我們來看到未來一週的 溫度趨勢圖 雖然明天的溫度會稍微的回升 但是到了禮拜四 東北季風又要再度的增強 所以溫度又會再下降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會說在禮拜四之前 其實感受上都是一個舒適偏涼的溫度 在中部以北感受上是如此 但是中南部還是有30度以上的高溫 而在禮拜三禮拜四的早上 還是要特別提醒 因為轉乾 所以有輻射冷卻效應的加持 在早上的時候不排除 在北部地區低溫可能會來到17度 甚至靠近沿海的空曠處 會來得再更低 低個1到2度 所以15度的低溫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的 而到了禮拜五之後 一天會比一天的溫度 還要來得再更高 因為東北季風減弱 在禮拜五之後 北中南各地的高溫 都會佔回到30度以上 當然中南部還是來得比較熱的 不排除有可能會有33度以上的高溫 在禮拜五之後 而到未來禮拜六 禮拜日 甚至到下禮拜 溫度都是一個普遍偏暖的情況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一周降雨圖 在今天明天甚至到禮拜五之前 水氣都非常的少 但是到禮拜五到禮拜日的這個區間 因為開始從東北風 漸漸轉為吹東風 所以東半部地區會有短暫的陣雨 但是總體的雨量 也都還不是特別特別的多 一直要到禮拜一 五二零的時候 到時水氣會逐漸的增加 因為南方的水氣逐漸北台 再加上有封面會漸漸的 往台灣的方向來靠近 所以風前會有一些 比較不穩定的區域 不穩定的因子 在逐漸的增加當中 我們要特別提醒 下禮拜相對是一個水氣 比較多的情況 所以在這一個週 趕快把一些要洗衣服的 趕快拿出來洗曬 不然下週雨都會偏多 以上這節氣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加拿刀